大家好,欢迎收看客新闻,我是Kathy 根据求职网的调查 39岁以下的劳工有38.1%是属于入不敷出的 比例高于去年的36.3% 连续5年的恶化 而其中没有存款的零存足 比例更是突破了两成 创下近年来的新高 再进一步调查 个人名下的总存款平均只有12.4万元 也少于去年的13.2万元 创5年来的新低 甚至有22%的人表示自己是没有存款的 零存足的比例又破纪录高于去年的20.3% 此外约有7成的受访青年劳工透露 目前自己是有负债的 而负债的主因包括了学贷 一般信贷 卡债 车贷等等 清贫族的问题不断的恶化 在这个穷忙的世代 你也曾被生活压得喘不过气吗 都可以在底下留言告诉我 喜欢我的影片不要忘记帮我点个赞 那客新闻我们下次见啦 拜拜 拜拜 拜拜